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0年以前的今天是惊心动魄的一天 但是不仅是惊心动魄 而是当时候的全国各个城市进行了大游行 但是30年以后多少年还记得这个日子呢 不过4月份仍然是中国非常敏感的一个月 不仅是前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先生的去世 是30年以后的这个忌日 而在这个日子里面呢 居然中共的前国家副主席曾荆宏 前往江西的胡耀邦的临幕去祭拜 而在这个祭拜的时候他还讲了一番赞扬胡耀邦的话 而且他在加上访问的时候还赞扬了习近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中国的政局有很多人支持这个习近平 也有人反对习近平 但是我们知道在政治权的斗争中间 原老总是会扮演一些特别的角色 但是今天的这个原老为什么角色就不见了呢 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集中一个话题 另外一个话题是 我们看到了这个习近平最近被南非一个什么大学 也授予了博士学位 但是好像习近平不是那么乐意 不过呢 他今天啊 昨天应该现在算起来 这个出现了一个清华大学的仪式 清华大学是授予了一个跟清华大学 八个都打不着的一个俄罗斯的总统 给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大家都知道 中共是在讲究外交的对象的 如果是今天给予了普京一个博士学位 那我们可以想见 有不长时间以后 习近平可能也会拉到苏联 不是叫苏联啊 叫俄罗斯的 什么大学的一个博士的这个仪式学位 不过大家一看人民日报啊 这个报纸可能世界上是 在独一无二的一份报纸 这份报纸除了习近平就是习近平 除了习近平还是习近平 习近平习近平习近平 所以大家说人民日报 干脆办成学期日报算了 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二个话题 不过第一个话题 是全球争霸战 现在的中美关系 弄不清楚是冷战还是热战 热战现在似乎大家害怕打仗 但是冷战似乎大家又不太像 不过在全球各地争托战啊 现在是非常明显 我们看到了美国国务卿非常辛劳 从亚洲到欧洲 从欧洲到非洲到南美 到处都是单枪匹马在挑战中共 它的战绩如何呢 但是不过 在这个北京召开的 这个一带一路的峰会上 习近平可是 放了很多软化 这个软化 是不是为了即将要达成协议的中美贸易协定 做一个预先的一个声明 还是它真的就想借助中美贸易战 借助过去一带一路出现的某一些问题 对一带一路进行某一些修正 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几个话题 但是积极参与这个一带一路的国家呀 确实不仅是原来的基本建设 或者需要外来的资金 外来的技术 甚至还需要外来的人力来参与 才能急速的变化 但是正是因为这些国家 出现这些基本建设的问题 是基于这些国家 它第一 有没有多大的消费能力 消耗能力 你建立了一个港口 建立了一个机场 建立了一个铁路 你最终有没有回报力 但是现在从巴基斯坦 从马来西亚 从斯里兰卡 从委内瑞拉 从钢笔布 这些国家所看起来 这些回报遥遥无奇 不但使这些国家 有可能在一定时间之内 没办法承受这些债务 这也就是马来西亚 它为什么要索取的原因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这些债务本身 固然消耗了中国的一部分产能 比如说机械设备呀 或者一些原材料 但是有几个东西 它必须要承受的 第一个就是 它要进行这个项目 本身所进行的人力投入 这是需要资金的 而且是需要现金 对不对 它不能不给工人发薪水 第二个是 它必须要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回报 使这个回报呢 能够满足它的投入的这个基本需求 那否则的话 不仅使这些国家呢 又会掉入到这个债务陷阱 也许使中国呢 自己也做了一个不挣钱的工程 比如说你在这个斯里兰卡 对吧 你所建立的那个港口 它的那个通透量 只是旁边的港口的通透量 一艘是一年有几千艘 三千多艘这个全的装饰量 但是你所建立的那个港口 虽然拉到了99年的这个期限 但是它一年的这个通透量只有几十艘 那你这样的话 不仅是这些国家有可能陷入这个债务危机 那是中国实际上也乱投了一些这个项目 那么这种情况 现在看起来不是孤立 不是一个国家两个国家 是很多国家 包括它你们所讲的 就是欧洲国家所参加 大家我们知道 虽然瑞士这个国家参与了 它算一个不错的一个国家 但是它参与这些国际项目 往往是基于它的中立的个性 而不是因为它真正在市场上 出于非常迫切的口内 而意大利的参与 我们都知道 意大利的这个国家 本来在七大工业国里面是政治经济 最不稳定的 或者是问题最移动的一个国家 如果它问题不是那么多 它为什么积极参与这个项目 但是反过来讲 正是因为问题很多 那参与这个项目的风险 其实是双向的 不仅是对这个 这些所在参与的国是一种风险 对于中国来讲 也是一种风险 正是因为这些风险的出现 所以今年的这个一带一路的峰会 进行了比较大的修正 您讲的第一点就是有很大的疑问 就是说 你说正是因为那些不发达的国家 那么正是就需要这些事情呢 这个投资和基本建设来拉动 这也是你和孟璇的一个基本观点 对不对 是啊 我们经常说 如果要不先修路 可能只要它全部都好了 但是你们的问题 就服侍了一个最基本的东西 如果这些国家像马歇尔一样的 当时要复兴欧洲计划 欧洲这个国家的价值观和法力和 要求的方向是一致的 那你比较好犯 但是中国所进入的这些国家 恰恰是很多的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同 即算是有一些国家有民主制度 他们有复杂的宗教问题 有种族问题 然后有反复不断的政治的变化问题 使这个国家陷入了很多的这个动动不安 我们所看到的苏丹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委内瑞拉 我们所看到的斯里兰卡 我们所看到的巴基斯坦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马来西亚 这些国家有时候你为了最开始实行项目 那你给了别人的钱 你进行了贿赂 你很快使这个工程进行了 但实际上这个证据很快经过选举了以后 使你那个项目没办法真正执行下去 对吧 你把自己带入到了一个国际的 巨大的风险的这个变化之中 因为这些国家有的是半民主国家 有的是专制独裁国家 独裁国家有可能会被干掉 对吧 然后你这个民主国家 它有可能会选举上台 会改变这个原因来给你的这个承诺 这个是跟马歇尔的计划 当时在整个欧洲是有个本质上的不同 看起来 但是从现在看起来 我们能够举出来比较成功的 而且从长远看起来 是有利于所在国 而且有利于中国的 像我们现在和国家看的并不是那么多 并不是那么多 大家所急需的 那你就是不要那么小 这个目光如斗了嘛 什么叫目光如斗啊 我们所看到的是母亲的这个素质啊 你不能看长期 长期的话 你中国的自己的政治 你怎么能说稳定呢 像刚才乔木先生说 这个中国因为习近平没有了 这个任期 就有很大的稳定性 别忘了 毛泽东的50年代40年代70年代的政策 都是有很大的变化的 对不对 何看你也不能保证习近平生理没有问题 你也不能保证习近平有一天 他就一定不被推翻 是不是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计划 恰恰是陷入了两个难处 就是第一个 中国进入了全世界的高风险区 而第二个 中国恰恰把全世界的高风险区 就是跟自己的命运连接在一起 增加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问题 确实是越来越多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越来越多 所以习近平才对今年的 这个一带一路的会议上 大家非常清楚 第一 比这个上一次的峰会 低调了很多 对吧 第二个就是说 他作出了很多的承诺 比如说要连接啊 要进一个连接的一带一路 你说到这些国家的廉价 你还做什么事吗 对吧 做不成事的 这些国家就是因为腐败 这些国家就是因为政治不稳定 才要你中国的钱 但是你把自己带入更大的风险中间 比如说你在巴基斯坦 投入是几百个亿 对吧 但是在几百个亿的这个工程 还没有进行起来呢 结果这个国家出现账户问题了 出现账户问题 你是跟对一起 就跟他玩账户 还是不理他呢 你就像烂尾楼一样空在那个地方 但如果你要理他 对不起 巴基斯坦说你赶紧再给我钱 对不对 斯利拉卡也是这个问题 你表面上使他背上了一个账户 但实际上别人烦不起这个账户 对吧 甚至可能出现更大的问题 要把你拖进去 你有多少钱要拖啊 对吧 为什么美国讲了这么多年支持非洲 并没有真正的行动 或者说行动很浅薄 对不对 原因很简单 因为美国政府能够驱动的资金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而民间企业它远远是找到安全 政治风险比较低的地区去投资 那就是使到世界的这个永远是两极化的世界 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 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 你中共还没有资本 是自己扮演一个圣诞老人的角色 那些工程如果建立起来 如果没有建立起来 还是个半弯烂尾楼 如果它真正建起来 它最终的消费能力 最终的市场回报能力比较低的话 那就更糟糕 你比如像中国的高铁 中国的高铁你看起来是很舒服 坐起来是很舒服 但是牛尼马圆才能够把那个资本回收 对吧 不过我们现在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把各自的观点都表现的差不多了 因为时间很紧张 我们不想深入讨论 但是我们标题里面讲到了 蓬佩奥单枪批敌 到处出击 不过在奥巴马时代 这个当时的国务卿喜来利 也是在这个亚洲事务方面 重返亚洲的政策的主要的制定者和推定者 所以中国那个时候 对这个喜来利也是非常的愤怒 所以喜来利与川普进行这个总统选举的时候 很多中国人 包括中国政府 只是想尽办法想去打压这个喜来利 来支持川普 因为他们认为川普呢 比这个喜来利要温和很多 因为当然喜来利去河内 去这个菲律宾 对吧 去这个东来亚其他国家 挑截了所谓的这个重返亚洲 找到了一个一个有利的指点 那外交部长我们一般都知道啊 是应该扮演这个核气生产的角色 那否则怎么叫外交部长呢 但是你说蓬佩奥是这么的勇敢 难道这个中国这个外交部长王毅就那么温和吗 王毅是不是也是个断交部长 也是一个很凶的一个样子 你看看 是不是啊 是不是这个时代啊 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要开始表现自己的个性啊 好像不这么斗 不这么战斗 好像不行 所以蓬佩奥未必是他的个性 不小心 不小心 现在今天进入第二个话题 就是人民日报变成学习日报啊 这个普京与这个习近平背靠背啊 我们现在能不能请导播展开一下我们的那个人民日报啊 不是我们的 中共的人民日报啊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份报纸 但是他作为一个媒体啊 即算是这个好事 即算是宣传工具 但是他至少也达到一种宣传的目的嘛 对吧 那你认为这种报道的方式达到了目的了吗 除了讨好习近平 那习近平没问题 习近平一看报纸 哇 习近平习近平习近平 很爽 在北京召开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公会的同时 在这个 穆斯科开了另外一个会 几乎同一个时间举行的 就是国全球的一个防务安全会议 当然 美国也不想参加 对吧 一些重要的西欧国家也不想参加 但是在这个时候 表现出更强烈的信号出来 就是俄罗斯 要更紧密的 跟中国联手在一起 虽然两个之间 心里面其实不是那么的满 这个对对方放心 但是面对着美国同时把中国和俄罗斯作为一个战略对手来看待的情况之下 这两个人好像不得不联手在一起的对付美国 那么在军事上 这个合作非常的紧密 不但一起进行联合的军事演习 兵等之间进行反复的这个 多次的交流 甚至军事院校方面也进行了这个频繁的交流 军事装备 那这个俄罗斯虽然经济远远不如中国 但是军事装备还是比较的 很多方面比中国精良 所以中国也在那里购买了很多的先进的武器 所以有人就说 这是习近平与普京啊 两个人背后背 他们本来是三人的战争世界上 川普 这个普京和习近平 但是现在习近平和川普两个是背后背 在对付这个武艺高强的 这个世界首罢 这个川普 对一个外交礼节 有的时候有些大学想借此机会 赔马屁 就像中国搞了一个什么孔子奖啊 什么奖 对吧 也授予了普京 对不对 这个普京就不想去顶 那个孔子奖就是乱来的 就搞笑 但是你说南非 有一个大学 也不是那么很糟糕的大学 也应该算五流和六 五流的大学 但是他呢 给了阿巴马一个人士博士学位 好像阿巴马也没有去 现在给了这个习近平 习近平好像也没有去领 不但没有去领 后来是他们主动把这个 这个博士学位啊 送给了这个中国的 这个俊南非的大使馆 请你们把它交给这个 这个习主席 因为有当地的这个 南非的这个极大大学的教授就讽刺 说这个普大学啊 他们就是想借此给这个习近平一个博士学位啊 想拿到中国的钱 对 或者拿到中国的学生的这个生源 对吧 我们现在今天进入第三个话题啊 第三个话题就是 这个曾经红被 在最近30年来 64年以后 郑小平他们这套一些元老去世以后 曾经红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实力的政治人物 甚至认为他是这个 没有他 就没有曾经红 因为他曾经红在上海的时候 正是因为他在北京掌握了元老的动向 通方报信 后来则使这个 江泽民在上海的时候 不至于像有一些地方领导 表现犹豫不决 那么这个给了曾经红 后来被元老们选政成为总书记的机会 那么曾经红到了这个北京 面对了这么多元老 面对了这么多强硬派和实力派 像李鹏啊 对吧这些人 乔石啊 但他最终站稳的脚跟 说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曾经红的功劳 所以一头还传说 江泽民呢 准备废掉胡锦涛 让这个曾经红呢 接总书记 后来有人说 还是说先让胡锦涛干五年 后五年呢 就要曾经红干 不管怎么样 曾经红不仅是一个太子党的一个 代表性的人物 也被认为是中国最具有政治实力的人物 但是这个最具有政治实力的人物 居然 退休完了以后 在中国政坛上就是 消失了 除了极其重要的 飞得出来不可的藏货 它基本上不出现在公开藏货 但是今天四月份 这么一个如此敏感的岁月 它回到了江西 虽然中共官方媒体没有进行报道 但是迅速传遍了国内外 一方面大家看到80岁的老人曾经红 身体很好 然后呢 他也得到民众的欢迎 而且他跟其他的元老不一样 省委书记刘琦亲自陪同 而且不但是他到曾世祠堂去看了 去看望了他当年少时候生活的地方 因为曾经红啊 他虽然是个太子党 但是呢 他实际上幼年和少年生活啊 当年他的父亲还在闹革命 所以把他送回到老家呀 由他曾三的前妻 生的两个女儿 也就是曾经红的两个姐姐 把他再加上大大的 所以他再加上的这个吉安呀 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但是除此之外 更令人惊讶的是 他去办见了这个胡耀邦总书记的这个 在江西的这个林墨 而且他还讲了一番话 别人问了他 那怎么怎么样 然后他就说 从毛主席到这个郑小平同志 然后下面就没有了 就是名字了 江泽民 胡锦涛 到现在的习主席 习主席搞得好啊 领导得好 对吧 就从这个短短的几个字来 他用不同的这个表达方式 毛主席那是比较尊敬的重复 小平同志 这也是比较尊重的 讲到胡锦涛和江泽民 就职务都没有了 然后再讲到这个习近平就是没有名字了 对吧 也跟毛主席一样 叫习主席 所以大家对他进行了东方的这个解读 讲到这个元老 其实国民党 比这个中共更有元老资格 我特别好奇的是 在这个台湾 中华民国的这种威权的转型过程中间 这个李登辉总统 当时是怎么干掉那些老人政治 怎么成功的 除了他的这个本土的这款金字招牌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因素 但是如果他不把这些元老们干掉 这些元老们也会把它吃掉 然后也会影响台湾的政治的这个转型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呢 这个李登辉干掉这个 这些元老们还是为台湾的政治转型 少出了一些障碍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呢 除了他自己是个本土的这个总统 这个最好的这个金字招牌 这个很好的背景以外呢 他还实用了这个您刚才讲的 就是格格击破 在格格击破的时候 拉一派打一派 拉一派打一派 然后他就拉一个行政院长 把余克华李焕 这个郝不成 一个一个都吸引住了 对不对 实际上行政院长 这是一个可生可俗的这么一个职务 对不对 我可以让你有权力 也可以不让你有权力 所以就这样就成功了 但是不过中共的这个元老 除了这个 刚才这个乔默先生讲的 就是因为第一队这种流氓地痞 或者英雄式的这种人物 低潮者式的人物一个一个消失了 现在剩下的这批人呢 其实也是靠圈牛拍马 或者是技术官僚上来的 本身的政治资源 政治魄力 政治力量都不够 但是呢 这不还是元老们呢 这个被干掉的根本原因 根本的原因是 这些元老们 他们的日子实在太好过了 每一个元老现在享受的都是帝王生活 对吧 然后这个不但自己是帝王生活 自己的子女 都是一个一个就是说 不能说亿万富人 亿万富人侮辱他们了 对吧 都是白亿富人 甚至有一度说是千亿富人 所以这些帝王对于啊 你去想一想 有如此的享受 如此的腐败 对不对 我还要冒着一个巨大的风险 搞政兵干什么呢 我还要冒着一个巨大的风险 去批评习近平干什么呢 对不对 是一个腐败的共同体 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这样一个共同体 使这个元老们一个一个 都没有底气 而且他们也知道 如果政兵不成功 批评不成功 自己有一个巨大的麻烦 当时的万里 当时的乔师 外界有很多想象啊 对吧 有人也是鼓动万里 做一点什么事情呢 结果呢 有人就跟万里讲 他很亲近的人 或者是他某个亲人嘛 他有老爷子 你可以扮演英雄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失败了 对吧 如果你出了问题 不仅是我们倒霉啊 在你的部下有上十万人 都可能会跟着倒霉啊 万里一听 也是啊 也就算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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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